你还想再结婚 我再婚以后 那个人会对我的孩子好 但如果那个人也有孩子 我怎么确定 我可以对人家的孩子好 胜过自己家的小孩 王月欣和吴雅婷 视同为湖南人 两人实在一场朋友聚会相识 有着貌美如欢的吴雅婷 让王月欣对她一见钟情 并开始了对吴雅婷的追求之路 最终在王月欣的努力追求之下 吴雅婷被王月欣的执着和专情色感动 最终和王月欣 两人友情忠诚专属 和王月欣相恋一年多的吴雅婷 因为和王月欣一直都以安安的形式 展现在大众眼前 因此大家都很是看好两人的感情 但最终两人也走上了婚姻的殿堂 结婚短短两年的时间 吴雅婷为王月欣就生出了一儿一女 正好凑成一个好字 他们起了融融的一家四口 跟上人羡慕 但大家都以为两人是能够执子执手 依此降老时 不料他们的婚姻坚级维持了五年 从此就画上一个句号 让大家都感到很是意外 如今儿已经离婚一年八了 再次吴雅婷参加了一个离婚的综艺节目 这天吴雅婷就会追问他 不为了孩子再婚吗 为了吴雅婷却说出一句 只能接受恋爱 但不能接受再婚 不会让人女时候到委屈 吴雅婷的话 向大家都感到很是震惊 听了吴雅婷的话 不少人有的喊话王月欣 只要是他还不懂得珍惜 对此大家怎么看吴雅婷不肯再婚一世呢 欢迎留言评论